进来,在这个论坛 目前我们是已经,今天第八次上课 那再来的话,我们继续看下一题 43 刚主要介绍那个云端跟APP的部分 那43题的话,这边主要 第1个 他的那个长给我们 但是宽没给我们 这个地方多少?不知道 那不知道,你也不能乱拆嘛 那不过他有一些些的 这个圆,那圆的半径多少?不知道 有五个不知道的圆,但是这五个圆大小一样 那就很难画了 你这部分的话,总不可能说 随便画个大概 所以特别注意,就是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用比例 上次好像有教过比例 那也就是说,你可以先画一个跟这个形状一样的 最后再把他用比例的部分参考 然后呢,把原来不是90的这个 这个这个长度 把它改为这个90长度 那这个部分的话,怎么 怎么去做 我们先来示范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第1个,我们画一个圆 那画圆呢 半径多少,随便给一个10好了 OK 接下来的话,底下那个圆怎么做呢? 复制,上面这个复制 选取空白键 由上往下 那旁边这个怎么做呢? 绘制里面有什么?圆 因为我已经知道半径为10嘛 所以切切半 切 切,然后半径给10 那另外一边怎么做呢? 用镜色比较快 镜色 选这两个物件 空白键一下 选中间这个圆 4分点到4分点 空白键一下 再来外面会有一个什么? 一个矩形 那这个矩形呢,我要怎么让它产生比较快呢? 第1个 画矩形 那我要知道第1点 第1点的位置,刚好是在这个圆的4分点 跟这个圆的4分点,两个双追点的这个点 所以如果你双追点出现,会有这个 虚线10字出来 点一下 OK 到哪里呢? 到这一点